Hello,大家好,突如其来的更新又来了,现在大概是四点半,原因呢就是我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跟大家录视频呢,就是因为我现在租这个地儿的邻居正在装修,他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的,所以我在正常的时间内是没有办法录视频的,而且最近众所周知啊,阿谷没有工作,所以呢大部分时候我在忙着找工作啊,所以就是只能比较晚的时候来录这个视频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,大家可能看标题就知道是什么了,这个,优兰子AM18无线卖我的一些使用上的踩坑,首先先说一下这个事啊,就是我之前发了一个动态,关于优兰子下头男这个事,我只能说,我因为这个事永远都不会买他和与他相关的这个品牌的任务, 任何东西啊,但是这个麦克风的实际使用体验和下头男事件没有任何关系啊,我先,因为这个文案都是在那之前写的,呃,我只是一直没有去拍而已,嗯,好,那么前期就说到这儿啊,我们就先说,我在使用中,呃,遇到的一些问题和一些,呃, 它达成我期待的点,对吧,啊,那么我们就先从它达成我期待的点来去说,啊,我们不能一开篇就是否认,这样会让人觉得,哎,你就为了骂而骂啊,呃,就我先谈一下我为什么会买这个麦克风呢,呃,我买这个麦克风的主要原因其实就两个,呃, 呃,第一个就是我之前用那个无线麦呢,它有一个非常严重问题,就断联,呃,就是我现在录视频的这个距离啊,呃,距离我大概不到两米的距离,啊,然后那个无线麦就会,大概我只要录视频超过五分钟,它就会时不时的断联,呃, 呃,而且呢,这个问题不只是我遇到,呃,我当时买这个麦克风是因为猪喜在用,我觉得还可以性价比还不错,我就买了一个,它也发现,它也有断联这个问题,啊,所以呢,就是因为它断联严重会导致,呃,我之前剪视频有一些表达观点点,因为断联我就需要把整段剪掉,啊,但是这个麦克风呢,呃,我在目前的使用过程中啊,呃,最长可能有七八米的距离, 它没有出现断联,这点是值得肯定的啊,没有断联,啊,然后在我整个的,呃,使用期间,没有任何一次出现断联,啊,这是,达成我期待的点,第二点呢,就是,呃,我是9月份买的嘛,因为那个时候,阿古还有工作啊,就想着说,我当时,就已经想着要换个麦克风了,然后,呃,原本我是打算买大江那个,对吧,两千多块钱,考虑到,哎呀,这个, 呃,自己手头并没有那么宽裕,呃,也看到了一些,掐饭的,嗯,视频会觉得,哎,这个麦克风还可能还不错,对吧,呃,又轻啊,又有,又有盒子啊,等等这些东西,啊,所以呢,我就付零件买了一个,我这个麦克风呢,是,应该算是,第一第二批就预定了,我是, 就是,9月份就交了预付款,大家,大家可以看看图,我反正是9月份就交了预付款,然后呢,呃,23年国庆的时候就拿到了,开始用了,啊,这个,价格呢,反正,398块6,啊,没有,没有什么争议,对吧,比很多的要便宜,嗯,好,这个呢,达成我期望的两个点,就完成了, 啊,那么,下面我就来说一下,这个东西在我使用中遇到的几个问题,第一个问题,就是,立体声的问题,呃,我一直以为,啊,这个麦克风和我其他的这些,一托二的麦克风是一样的,就是,我拿着一个接收器挂在身上,把这个挂在接收端,对吧,哎,我拿着发射端夹在身上,我就是说,它,设置行立体声,它就是立体声,嗯,但是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,大家在看我, 之前的视频里,有几期视频是单声道的,原因就是这个问题,我,因为当时我的,呃,我剪辑的电脑是没有,就我没有仔细听,我没有戴耳机,我就直接剪了,剪完之后直接发了,我发现,哎,是单声道的,我一直以为是我设置的问题,我重新把它设置了一堆,什么立体声之类的,发现它还是单声道,然后我就发现不对,呃,我呢,就,扒拉了一下它的说明, 发现没有任何一个说明书,发现没有任何一个说明书去说这个点,我又扒拉下它官方的书,官方的页面,逃往页面,啊,我把它看到这个地儿,嗯,哎,它也是一个接收区的,说历史声问题啊,之后呢,我就问客服,客服最后告诉我,如果要实现立体声,我必须要把这两个都夹在身上,这样才是立体声,不然的话,你只有一个只有单声道, 然后我觉得,那么,我这是一个一托二的,那么就表示,如果我两个人在用,是不是,呃,我两个人啊,我和二号的我在用,我们两个有一点距离,对吧,这个时候,我两个卖,两个接收,发射的都在说话, 啊,那么会不会就导致说,哎,这两左右耳是不一样的声音,嗯,就是我非常不能理解这个问题啊,可能是我没有常识,我只能这么说,可能是我没有常识,啊,就这个问题,我觉得你至少,你在说明书,或者在页面,或者在注意事项,给我写一下这个事,我也能接受,但是没有任何给我写的,而我用过的这些一托二的麦克风,它都是一个接收端,就能实现立体声音,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,啊,这是第一个问题,啊,哎,我,我最终把它弃,就最终决定不用它的很大一个原因,就是这个问题,啊,那么第二个问题,就是,这个麦克风给了我lighting接口,对吧,我呢,在之前拿它出去拍照,我有一次拍820,我不想带相机,就是我觉得太重了,我就带着一个iPhone去, 把它卡到iPhone上,发现没有声音,就录完视频之后发现是没有声音的,然后呢,这个问题我发现不止我一个人遇到,好几个人都遇到过这个问题,就是,它给了我这些接收,它告诉我兼容,但是我用iPhone来录,发现录出来是没有声音的,呃,这个问题我不确定,是因为这个东西和iPhone不兼容还是因为APP的问题啊,因为我当时拍视频用的是Blackmagic Cam,啊,我,咱们没法, 说这个事儿,啊,但是我要说的就是,我在iPhone上接了其他的Mac,啊,人是有声音的,啊,这个是没有声音的,我不知道为什么啊,这个,也许,也许是我的问题,啊,这是第二个,当然因为它不是我,我不是经常用iPhone来拍视频啊,所以对我影响就那样,就一两次,啊,呃,也就是那一两次我也没有发视频,因为没有声音,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去发了,啊,第三个,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设计是有一些,让人匪夷所思的,就是它让我想起这什么事儿呢,就是可能我们,这种90年代的过来的人啊,我是90年出生的啊,我们这些人可能遇到过一个时期就是,呃,工,就是工模做的一些东西,就是它呢,会, 就这个东西怎么会是,它拿工模做,然后呢,它自己给你的副件放不到这个工模里,啊,但是呢,它又给了,这个问题就是,呃,最近几年不太常见,但是这个东西给我的感觉就非常像,原因是什么呢,就是这玩,呃,它给了我这个防风的这个毛罩,对吧,但是它也给了我盒子,你想,我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一定是出门,出门我去用,我肯定是想把它都拿上,对吧, 但是,这个东西只要接,接到麦克风上,盒子就装不进去,不接上,就这么个东西,我要单独去带着它,然后它特别容易丢,我现在就上一个了,另外一个不知道哪儿去了,嗯,特别特别容易掉,就这个东西你又装不进去,然后你又给了我这玩,那你让我,你还各种去宣传这个盒子等等方便,但有这么个东西,一丁点都不方便,我出门还需要找一袋子,把这个东西装进去,就我, 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做成这样,是吧,你任何一个产品经理设计出这个东西,因为我本身就是产品经理,你任何一个产品经理设计出这么一个东西来,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,OK,后来我想到,也许是,也许是有一些不得不这样的方式,对吧, 咱也不能说啥,对吧,反正我现在就剩这一个,就拉了,这是,这个问题,最后一个问题,这个麦克风,虽然不断联,但是它录声音的时候会有呲呲呲的电流声,我一开始一直以为是我自己的问题, 我生了固件,它带着降噪等等这些,这个电流声还在,然后呢,我就在整理素材的时候,我去看了一下它的淘宝评论区,不止我一个人遇到这个呲呲的电流声,也有其他人遇到,但是我,可能吧,可能吧,是我自己的问题,对吧, 人品不好,导致的,也可能,哎,有干扰啊,等等这些,就不多说什么了,反正我是遇到有呲呲的电流声,我去降噪给它降噪的,这是,下个吐槽的点,最后一个,踩雷的点,就是,这个点呢,可说可不说,但我觉得还要说一下,就是这个东西的做工,我预料到不到400块钱,这个东西做工不会好到哪去,但是我没有想到它会,差到这种程度,就是, 就是,就是差到,让我,拿到时候就感觉,这什么玩意儿啊,就是它比我买的,甚至一些,杂牌的无限卖的做工都有差,我不确定到底是为什么,也许是因为价格,就是控制价格的问题,就是成本控制,导致你这个东西装不进去,你这个做工差,透可能用,你这个立体声问题,但是,我要说的就是,这是一个你面对所有人的, 产品,做成这个样子,嗯,如果,如果我买之前,知道这个东西是做的,做成这个样子的,我不会去,为了省那点钱,去买这么一个东西,啊,大家从,我敲击这个声音来听一听,啊,就是,这个盖子这儿,大家从我敲击这个声音来听一听,啊,就是,这个盖子这儿,大家从我敲击这个声音来听一听,大家实际上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, 你看一看它的漆,啊,你看一看它的各种接缝,啊,我相信你会理解我在说什么,啊,好,关于这个麦克风的使用的这些点,我就说到这儿,说一点题外的,就是,可能,大家会发现,啊,呃,我呢,买了很多很多很多国产的一些东西,对吧,呃, 但是我真正拍过开箱,短期使用,长期使用感受的并没有多少,对吧,原因可能我觉得不少人,就是你仔细想想应该知道为什么,啊,然后呢,我真正说喷这个东西做的跟屎一样,我踩坑了的,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,就是那个810片夹,啊,原因可能大家也都清楚,对吧,第一个设计有问题,第二个呢,给我发来就是坏的,第三个呢, 就是,找人,不理我,不说话,不回复,已读不回,第四个就是,经销商,经销商去喷我,经销商去看了我发的第一个视频,去喷我,喷我说,是吧,这个价格都这样,然后我又花了一个差不多的钱,又买了一个,然后就没有然后了,啊,就这么回事,这个是我第二个喷,跟屎一样的东西,啊,我前面其实说的已经非常委婉了,啊,就是这是,这是我第二个喷,跟屎一样的东西,啊,我前面其实说的已经非常委婉了,啊,就是这是,这是我第二个喷, 第二个喷,跟屎一样的东西,原因特别简单,原因特别简单,就是,东西都露不好,并且,有一堆智障一样的行为,我不论你是怎么,就是,你作为一个厂商,你出现下头难这种事件, 然后呢,你在平息这个事件的公关,又做成那个笔造型,我不知道,就我不知道,你到底,你到底把我,或者,我们这种,真正给你花钱的人,当做什么,对吧,我没有必要了,啊,哎,其实我,我能说的也,就是,怎么说呢,一声叹息,因为,大家也能看到,我也没有多少粉丝, 我的视频播放量也没有多少,对吧,我也不像那些掐饭的大佬们,那么,那么去跪田,那么做得毫无痕迹,那么去扬长臂短,可能我这个性格也掐不到饭,对吧,就哪怕我已经三个多月没有工作了,我也不会选择去掐饭,可能就是大家觉得你这个狗东西性格不合适,啊, 所以,然后呢,我多多少少说一个东西不好,还有人喷,还有各种喷,这个麦克风,我最近,最近一个多月都已经没有用它了,我一直还在用我那个断联的,或者我目前正在用那个,没有接收器那个直接插,这个,相机上的,啊,就因为它确实非常实,我也没有,就是,这,大家, 如果有人来过我家,看到我这个屋子里摆了一堆东西,就是,这些东西为什么连挂鲜鱼都没有挂呢,就因为,有很多国产这些东西,我买回来之后,不能七天屋里,它做得跟屎一样,我又不想挂鲜鱼去坑别人,啊,就这么一回事,啊,给大家拿一个来,挡着啊,大家看这个嘛, 这是某一个房,呃,日日爽的一个云台,看到了吗,这个东西都掉了,啊,我也,就是,做得非常实,啊,这个,不给大家看品牌了,啊,就放这,就是,类似这些东西,我也没有去跟大家分享,我也没有说,哎,挂鲜鱼去卖去,说什么,但是我要,既然我说了,那么就表示,这个东西让我非常不说,啊,这样吧,我就把这个麦风,扎到这个相机上,啊,呃, 再一个,让大家听一下,哎,他的设置立体是个单身道的问题,行吧,啊,我可能,还是那句话,啊,也许是我没有常识,啊,也许是我没有常识,啊,也许他认为这个东西,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,一托二都是把两个关扎在自己身上的,嗯,才有立体声,嗯,我觉得,就这么说我吧,好吧,嗯,好,呃,给大家听一下这个,这个, 单身道和立体声,啊,呃,也许幸运的话,会有这个,叫什么来着,会有这个这个,电流声,不幸运就没有,没有就没有,啊,嗨嗨嗨嗨,大家好啊,这是我,啊,平时用其他麦克风,嗯,我都是只架一个接触器在这,啊,那,目前那上面设置是立体声,啊,大家可以听一下,啊,这是架了一个,那么,我要如何实现真正的立体声呢,哎,这个拿出来, 再加过来,啊,这就是你要实现立体声,嗯,如果我要想,两个人说呢,就是,哎,我们两个人,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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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想,我们两个人距离不可能这样,那就在一块亲嘴,对不对,我们两个人至少得挣个距离嘛,就这边说,哎,你好,我是一号,哎,你好,我是二号,啊,大家可以听一下,二号在说话, 啊,一号说,好的,好的,那么,这样的立体声,这样的一拖二的立体声是不是合理呢,嗯,好,就是这样,我一会儿在iPhone的试下,我现在把,啊,送的这个,三点五转lighting的线拿出来,啊,这是这个,我们呢,把接触器,啊,插上,这是iPhone,嗯,好, 我把它拿出来,把它接上去,好,啊,接上吧,啊,打开我用的,录,录视频的APP,呃,是,从这里面,设置一下,呃,音源,哎,行,我给大家截个图,啊,音源,啊,我录,录个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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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以防别人说我什么,啊, 好,我们音源呢,选USB Audio Device,啊,好,选完了,呀,那么,我现在拿出一个接收器来,挂在身上,哎呦,嗯,啊,设置是没有问题的,啊,我现在拿这个录,啊,嗨,大家好,我现在正在使用,啊,优篮子这个接收器,啊,连在iPhone上,啊, 发射端在我这儿,啊,使用iPhone来进行录视频,啊,哎呀,这个线呢,都是原厂的,都接了好了,啊,设置也都设置完了,啊,大家可以听一下这段视频的声音, 嗨,大家好,我现在正在使用,啊,优篮子这个接收器,啊,连在iPhone上,啊,发射端在我这儿,啊,使用iPhone来进行录视频,啊, 呃,这个线呢,都是原厂的,都接的好了,啊,设置也都设置完了,啊,大家可以听一下这段视频的声音,那这段视频给大家看一下, 为了公正起见,我把这套东西拔下来了,啊,还是同一个东西,我在这儿再录一段, 哈喽,大家好,啊,我现在在使用iPhone来录我,啊,没有接优篮子的麦克风,啊,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声音,呢,哈喽,大家好,啊,我现在在使用iPhone来录我,啊,没有接优篮子的麦克风,啊,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声音,呢,录着录着,录着,这个5点多了,啊,好吧,那么今天视频就录到这儿,啊, 可能因为我比较困了,也比较乱,啊,大家测会儿去看,啊,就是,嗯,就这么回事,啊,就这么个东西, 就这么个意见,啊,那么今天视频就这样,感谢大家,拜拜